在巨星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病逝了 那么生前她曾经两度来台湾 旁边都有一个高大魁梧的贴身保镖 还在人家脸上亲过一下 据说玉婆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相信这个保镖也是永生难忘 玉婆伊丽莎白泰勒32年前访台出席金马奖 巨星风采风靡全场 而被选为担任这位国际巨星贴身保镖的台湾刑警邱博文 在她访台期间都紧跟着大明星 从伊丽莎白泰勒一抵达机场 大批媒体影迷簇簇拥而上 较小的玉婆被挤在人群中间 高出一个头的邱博文则伸长双手 在旁为她阻挡 但让玉婆贴身保镖期间 两人建立身后情仪 还留下许多纪念画面 其中这张伊丽莎白泰勒一手轻轻抚着邱博文的脸 还垫起脚尖线上相吻 邱博文则害羞到眼睛都眯了起来 献煞在场所有人 好像在松山机场嘛 在那边听说 要看到她那才要灰 其实专说啦 其实我都不知道 那你们觉得鱼有容焉啊 其实 应该是有 当年担任台北市行大刑警的邱博文 因为身材高人一等绰号大条 精通各家武术经常被指派 负责为安任务 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甚至还称她为MyChief 两人交情匪浅 包括摩洛哥前王妃格利斯凯利 及友邦元首来台 都指定由她担任保镖 而独得大明星青睐 还有亲密照片 看在太座眼里 却一点也不生气 是比较亲近她啦 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去 就是有两个是比较推身的嘛 就是她比较亲近她 你会吃醋吗 也没感觉呢 我就想说他们外国人都是这样嘛 邱博文已经过世多年 但邱太太仍时常将照片及文章拿出来翻阅 如今听到玉婆过世 这些独有的历史画面更显珍贵 中文新闻阿公亚马戏卡轩台北采访报道